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位都差不多会离开曼联的年轻球员 包括门将Paul Worceton 今年于23 打后避多 没什么机会上阵 接着就是Max Taylor 一位中坚 以及Conor Stanley 一位逆风球员 这三位球员加起来 我之前也经常和大家提及过的Arnold Pushmo 这位西班牙球员 四位都应该不会跟曼联续约 不过之前那三位可能是曼联选择 和他们不做约 但Pushmo真是最可惜的一位 因为他两年前来了曼联的时候 三年前好像也有 来了曼联的时候 也是相当有潜质的球员 但如果他有机会上一队 就要上队 如果不是就太迟了 很可惜 打法上高跟我们不太合格 所以他现在也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西班牙 继续他的足球 另外有一位球员 在James Gardner之前要提及的 就是Andris Piera 彭尼娜 大家还记不记得他 其实他今季外借到NASIO 有一个买断条款是2300万英镑 但是由于他现在在NASIO 也是比较少 总共今季到现在为止 踢了15场 一球入球一球助攻 而且在NASIO的领队 安泽基的352阵中来说 他好像又没有一个 適合他的位置 所以根据Corea de la Sport 这个媒体所说 曼联也在找一些办法 究竟怎么办 因为NASIO 应该不会买断他 即是没有机会 这季后 但曼联也用不了他 因为他的位置 取代他 或者取代他 或者取代他 的正正就是Buno弗兰迪斯 上一季的上半段 就是Buno未来之前 其实Sociata也用过一段时间 想他帮忙 做到10号位的位置 但始终效果 不是太理想 所以结果 都是要外借他 之前曾经对Biolla 有个兴趣的球会 包括奔菲加和华伦西 不知道曼联会不会 再次激起他们 想用彭尼娜的想法 看看下一季会不会有外借 不过其实彭尼娜 也有点可疑可惜 因为他很小时 已经在曼联踢青分 其实水准有一定的 但我们也曾经说过 你踢青分 踢得好都好 但在上一队的距离 距离也有一段 再加上 我觉得最突 或者最 在曼联最 重点的一件事 就是 因为我们 我们不是打体系 很多时候 青年队 看得怎么样 也好 不是那么容易 立刻 一队 除非你的个人力 是超强 所以这个也是 一个 说真的 深远的问题 要解决 不过 这个就不在这里 最后 说回James Gardner 我借了去森林之后 相当不错 已经得到一个正选的位置 他自己是19岁 大家不要忘记 也是相当年轻 他在上半季 在爱着屈福特的时候 已经有不错的表现了 但因为 我们也和大家分享过 领队转了之后 打法上有不同 所以有时候 年轻球员 都要谓制愚 但到了森林 真的好似乎得水 看看森林的领队 鱷顿怎样说 James Gardner 他说 我们非常开心 有他在这里 他现在每天 都在增加他的经验 亦都在学习一队的足球 他现在的踢球方面 当然不是完美 但是 在他现在这个年纪 根本就不可能是完美 对吧 但是 鱷顿就说 他是一个正硬的路径 他亦都可以 将来成为一个很好的球员 这个就是我对他的一些看法 现在这一刻 我们都很小心 或者很尊重 我们怎样说他 因为始终他不是我们的球员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这一段是我加的 真的 你外借球员 在一个领队心目中 你都不是我的球员 我用到的就用 但是我用不到的话 我手就放在你一边 因为你都不是我想要的球员 很大机会 始终 还有我用得你多久 你借得好的 几个月 鼎咚一年 你就走 所以为什么外借球员 那么麻烦 那么难 为什么我经常说 我们的曼联 应该是要开始 跟某些球员 建立一个关系 我们是长远的 我们除了个别的球员 配合给你们之外 可能尽量找到 多些相关的球员 也回回来刚才所说的 我们如果不是打体系的话 这个关系就很难成立 但我们也很开心 他从曼联来之后 帮助了我们很多 曼联肯爱借一个 那么好的球员给我们 然后 然后 赫顿就说 其实他对于在贵中 无端端借了屈福特 然后突然间又转来 森林 这个曼联的决定 有没有很奇怪呢 他就说 不可以用奇怪这个字 或者不可以用惊奇这个字 去形容 其实整件事就是 关于 球队想要什么 领队想要什么 他觉得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他来到 我们觉得合用 他就帮我们踢球 那么 这个 就是年轻球员 就不是踢了几场球 已经有一定程度上的经验 所以呢 他是可以帮助我们 这个是原因之一 那就是说 其实你第一个 或者最初的爱借很重要 因为第一个爱借 如果是顺利的话 你已经累积了很多经验 就帮助你之后 好了 我就想 就是我的想法 就是我的想法 就是说 在乌福特那里 他真的累积了一些 很好的经验 如果我看回 就是 这些经验 就是如果他去到 由现在 开始 去到季尾 累积更加多的经验 的话 他觉得 无论是乌福特那部分 那部分的经验 或者森林这方面的经验 都应该是 对于 James Cutner 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 我觉得 主要想分享这个访问 就是想告诉大家 一个 一个 一个领队 当他有外借的球员 他的想法是怎样 他会怎样 对待他们 这件事都非常之重要 因为我们真的 很多朋友也有说 我也很认同 U23和曼联 一队的水平 实在差很远 外借去其他球会 包括英冠 或者英超的球会 差不多一定要做 或者很多球员要经历的一些事情 但是 近几年 即是早几年 我们就一样 在这几年 希望可以做回多一点 好的事情 而且 其实说真的 又是那句 没有足球总监 怎么可以跟其他球会 建立好的关系 我也不会做 但是始终 木仔又不肯请 我也没办法 拜拜